它在甲虫圈子里面是一个很不正经的存在 看着吧,长得奶胸奶胸的 好像逮谁都会咬 而且咬得很疼的样子 其实我们轻易就可以把它拿到手上来 它不但不咬人 而且就算咬到也不疼 它的咬合力非常的小 并不像不甲那些 轻易就能咬穿我们皮肤 它不行 它拥有超快的移动速度 如果把地球上所有的动物的体型都换算成同样大小 它可能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这就是虎甲 不是虎虎身风的虎啊 是虎头虎脑的虎 从正面看啊 它好像攻击力很爆炸的样子 看它这大鳄非常的大 而且眼睛啊 两只都是凸出来的 瞪着人的 看谁谁怀孕的那种 但你越观察它的表现 越会感觉它像个铁汉汉 看起来非常的好玩 它没跑一小段 就要跳起来飞一下试试看 能不能飞起来 但其实每次都是飞不起来的 看它这个动作 就给我感觉像是学生放学 跑出校门的那一刻啊 就跳起来跳起来 跑出来的那种感觉 像视频里这一只啊 是虎甲科虎甲鼠的金斑虎甲 其实虎甲 大家没必要那么较真的 去非要定到它的品种为止 因为每一种虎甲之间啊 它们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的 只有一点点差别 稍微看错一点 就可能会认错它 就比如它们翘子上的斑点 颜色稍微不一样一点 或者是形状稍微不一样一点 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品种 大家只要大概知道 虎甲长什么样子就可以 两个大眼睛很凸出来 瞪着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身上的这个颜色啊 是一个迷彩的颜色 它翘子上每边大概有三个点 这个样子 最主要的还是你感觉 你一看见它 就感觉它憨头憨脑的 非常可爱的那种 而且你在路上碰到它的时候啊 经常会发现它是瞪着你的 它就在路中间瞪着你 你往前走 它在往后退的时候 一样是瞪着你走的 就因为它这憨憨的样子 非常的可爱 长相也还算过得去 尤其它比较好养 什么面包虫 蜘蛛蟑螂的 啥子都可以丢给它吃 它又不调食 所以它在爬虫这个圈子里边 已经开始慢慢的 有了自己的知名度 又好养 又好玩 颜值也还过得去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有加餐啊 除了这只金斑虎甲 我还拍到了另外一只虎甲 一起发上来 顺便说一下 这白天晚上 其实都有虎甲出没啊 像晚上的虎甲 它的颜色会稍微暗一些 像白天出没的虎甲 它一般颜色会更亮丽一些 别看它们的善恶 好像很发达 很大 好像咬人很疼的样子 其实它这善恶咬人不疼 而且它基本上是不太想咬人的 就比如我现在捏住它的两条后腿 你看它咬不咬 它使劲的震 震不开 刺牙裂嘴的 它好像先咬了 是不是 你看它咬了没 其实它没咬 它就算咬上去 它其实力度也不大 完全是我们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所以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啊 完全可以拿在手上玩 只是有一点啊 大家注意一下 别看它平时好像是汗的样子 但它跑起来是真的快 有可能是追不到的那种 你看我拿在手里边半天的 看到这大家子来夹不夹 哎 它想夹 你看 其实根本就没有咬上去 哎哎哎 咬了咬了咬了一下啊 然后这两只大眼睛又开始瞪着了 结果你为什么还不放手 老子要跑路了 嗯 是否感觉憨憨的 好搞笑的样子 它 让它震一下 震不脱 哎 就拿眼睛瞪一下你 然后再震一下 又震不脱 好 再拿眼睛再瞪一下你 然后又使劲震脱 看能不能震脱 震不脱 又来瞪一下 哎 就这种循环 很搞笑的 最后再补充一下 你们要是真的想养护甲 建议你们是晚上去树上 或者是一些 开阔一点的平地上 去找着晚上出没的护甲 因为晚上出没的护甲 它比较乖 更容易上手 白天都不行 这种 profiles 为上 对 哈哈哈 好 看能 bedeutet